花旋幸福2020辅聚嘉年华一连两天 在台开新天堂乐园热闹举行了 新政府邀请到全国各地有30家厂商 展出近百种辅聚 包括有行动、居家、沟通、益枝、搅拒、护具等四大类 五花八门的辅聚吸引了不少民众前来询问 而社会处的代理处长陈佳富也表示说 换民众把握机会前来参观并且提出申请评估 根据卫福部统计 2020年花联的身心障碍人口有2万6千多人 占总人口数约8%高于全国的平均值 为了改善乡亲的生活状况及照顾品质 花联县政府近年扩大举办了辅聚大展 以嘉年华会方式广邀全国各地厂商来参展 提供给花联乡亲更多的选择 县长非常关心身障朋友 平日的一个辅助器具上的需求 所以特别要求我们社会处在这边来办一场 综合型的一个辅聚嘉年华 希望所有的乡亲好朋友 包括有需求的身心障碍者 乡亲还有他的家庭 照顾者等等 都能够深切的了解到 最新的辅聚的趋势 以及未来的发展 可以节省多少的一个照顾的负担 然后身心障碍者本身呢 他在使用这些新的辅聚的时候 也可以降低他的一个不舒适感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了30家的厂商 也有外地厂商也远道而来 那我们也会有各厂商呢 都会很细心的来解说 可以来符合大家的一个期待 这次辅聚嘉年华活动 包括了辅聚展示体验 相关的社服资源咨询 还有身心障碍者支持服务等 而来自全国各地有30家厂商 带来包括视觉天觉 运动医学 行动辅聚 照顾辅聚 转移位辅聚 还有居家无障碍 科技辅聚 缴聚 艺聚等最新款的各项辅聚设备 让花莲乡亲大开眼界 而这一场辅聚嘉年华 只有12月3号到12月4号两天 地点就在台开新天堂乐园的一楼广场 也欢迎有需要的民众或者是机构社团 把握机会前往参观体验 这旅会既然相报道